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有一宗網絡熱話 就是一個疑似住在公屋的人 近日在抖音帶了自己的新裝修 拆牆改開放式廚房 遭到質疑公屋違規改裝 當中看城過後又另一宗類似的風波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不過網友的意見都兩極 另一邊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據報啟德有名貴私家車竟然遭到貨櫃壓扁 真是看見肉赤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下午發生的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情報的最新報道 在抖音曬豪裝新居 拆牆改開放式廚房 遭到質疑是否公屋違規改裝 報道的內文提到 分享裝修成果 隨時變成自揭為規 有網民在抖音分享新居入伙的影片 但就被發現 廚房門和間隔牆疑似被拆除 遭到其他網民質疑公屋單位的 廚房門的間隔是不可以拆的 認為市主隨時會被要求還原 不過也有網民另有意見 指涉事的單位可能是居屋 只需要經過申請 或者批准的話 就可以拆這個廚房牆 話說有網民在討論區發帖文 指發現某公屋單位的租戶 疑似擅自將廚房間隔牆拆除 將單位裝修成為開放式廚房 該網民懷疑做法違反相關規定 認為事件一旦曝光 可能會令到廚民的租戶被收回單位 據事主分享到抖音的影片所見 涉事的單位鐵集外面裝有電子鎖 入屋過後左邊似有一房 裡面就放了一張屋架床 右邊就是浴室 再走前一點的左邊就是擺放電視梳化的客廳 靠窗的位置就是主人房 裡面放了一張垂床 至於影片的上載者就自稱 這個單位是二至三人的單位 值得注意的是 事主疑似將廚房間隔牆和門拆除 將廚房改造成開放式 鐵文引來不少網民留言 不少人關心涉事的單位地點 認為事主一旦被人舉報 可能會被要求還原 甚至收回他的單位 有人從單位的鐵集看到 單位屬於新一批公屋 但同時也有網民從窗外的環境推斷 估計單位有可能是六字居 清庫縣 又因為屬於居屋單位 只需要申請就可以自由改動廚房間隔 因應單位屬於公屋或者居屋 廚房門甚至間隔牆能否拆除規則都有所不同 根據房屋處公屋裝修指引 公屋單位的各種固定裝置 會分成甲月丙類 代表相關的裝置能否由租戶自己改動 其中廚房間隔牆、結構牆和甲房門 就被歸類成不准改動的甲類 居屋方面業主收樓時會獲發文件 列出裝修時間應注意事項 例如裝修前應該要到管理處申請裝修工程 不可擅自拆除的裝置包括主力牆、還糧等等 影響結構安全的裝置 另外鋁窗亦不可更改 否則會違反大廈公契 另外廚房和廁所門都屬於可以拆卸的裝置 但如果要由緊廚改成開放式廚房就需要拆門 必須向屋宇處入則申請 或同意過後才可以動工 以上來自情報的最新報道 亦是來自網上討論區繼續討論得熱烘烘的 究竟這個單位是公屋還是居屋 暫時未知 間分別都很大 公屋就一定不行 可能要求還原 甚至要收回公屋單位 令B商如果是居屋也好 都不一定可以 要入則 即是要向屋宇處申請 要改這個廚房的間價 相關的鐵文在網上繼續熱烈討論中 未知會不會有下文 不過都可以說是計日出康城那宗 賊主力牆事件過後 另一宗類似的風波 另外轉一下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是不是這麼大整股 啟德地盤 貨櫃壓扁了私家車 報道的流氓看到 今天7月28日 眼周網上流出一條短片 一部吊備車吊起一個20呎的貨櫃 不知是否有心 還是擺烏籠 貨櫃壓爛了一部停泊路邊的私家車 可憐私家車的車頂不堪重壓 毀難不堪 現場是啟德地盤 片中有一個貨櫃壓著一部私家車 其中一條片傳來一把男子的聲音 就說為何在車的位置過 那個男子疑似不滿 貨櫃不應該如此調運 另一條短片更加拍到貨櫃已經壓扁了私家車 在另一張照片顯示 那個私家車車頂已經嚴重損毀 由於上載者沒有說明事件的詳情 事發時間地點原因都不長 但因為事件極之罕見 網友都議論紛紛 就說是否他老闆的車 亦有人說是否在玩夾公仔機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看到都肉痛 那家印整個貨櫃壓著名貴的私家車 車頂已經報銷了 但為何會有這樣的意外 幸好車子當時沒有人 不然就有更加嚴重的事故 不過現在看到照片都覺得肉赤 另外亦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中環興建中的雙下玻璃保護膜脫落 擊中了私家車擋風玻璃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7月28日下午1時多 中環花園道天橋一輛私家車 行駛期間 附近美利道一座興建中的雙下的 外場玻璃保護膜鬆脫落 擊中私家車導致擋風玻璃受損 事件當中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天降環禍 整塊東西掉下來 都不是開玩笑的 扎中了擋風玻璃 幸好當時的司機 應該能撞車 不然有機會釀成更嚴重的車禍 另外亦說這單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內地客沒有港幣給人民幣 的士司機的頭痕 問怎樣處理 網民說他賺了 報導的內容提到 那位司機就在Facebook群組的 的士司機資訊網TES 發貼文分享遭遇 日前在尖沙咀某間酒店 接載了四名內地女客 往銅鑼灣 車費96元 不過司機沒有安裝內地版的 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而乘客又沒有港幣 最終對方給了120元人民幣現金 即約了83元港幣 對於內地女客沒有港幣現金的情況 司機決定贊民問問同行的意見 就說你們會不會因為他們 而去開這個微信支付 還是在上車之前問清楚他們 有網民回應司機的 就說澳門的士 難道不收港幣嗎 流通貨幣一樣照收 而司機就表示 在澳門我認同 但是在香港澳門幣你用不到 也同樣地 香港你用美金 一般的商店都不收 一樣 有網民就建議事主 開通內地客常用的電子支付工具 張戶 也有人認為可以照收人民幣 就說 別開過大陸微信 明天上深圳特骨 洗了它 也有網友覺得這位事主是賺了 就是對港幣130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應不應該收人民幣 相關的士司機很頭痛 結果很多人就說 照收 因為那些是流通貨幣 不過司機也說 你沒理由在香港收澳門幣 代表流通也不代表在香港收 所以都是明買明賣 最好來到香港洗港幣 另外也說過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尖沙咀交通警員 處理車禍期間 意外遭到的士撞倒 報導的內文看到 在今天7月28日 下午2點多 尖沙咀九龍公園徑 往海旁方向 有的士和貨車撞 的士意外 橙信路中心石坡 事件當中 的士奔靶受損 司機受傷不息 需要送軟 另外有途徑司機拍到一段插曲 看到當時一名有份到場 處理車禍的交通警員 意外被經過現場的另一部的士撞倒 片段所見 當時現場一條行車線封閉 現場交通繁忙 幾名警員在場處理車禍 期間一格交通警的電單車洗前 並打燈準備在中間交界掉頭 怎知另一部的士收制不及 撞到交通警的電單車 幸好當時車速不快 交通警方也能夠自己站在身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的一幕插曲 有車鏡片段拍攝 當時有另一部的士收制不及撞到阿Sir 阿Sir是自己站在身 估計就應該沒有下文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